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明天发表首次国情资文 拜登第二年面对的四大挑战 除了民调、疫情、不确定的经济前景和通膨之外 当然就是乌克兰危机 今天拜登和加拿大、欧洲、日本及北约欧盟领袖视讯 讨论追究俄罗斯责任的协调行动 也讨论维持全球经济稳定、维持能源价格稳定的措施 那么今天拜登只有一个活动 就是和第一夫人吉尔出席非裔的传统乐活动 第一夫人戴的口罩上有乌克兰国花向日葵的图案 他用口罩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 那么普京下令核武高度戒备状态 拜登也被问到美国是否需要担心核战 拜登简单的说不需要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表示 美方密切关注监控 到目前为止没有特定的状况 而国防部长奥斯丁也对美国的战略威慑姿态有信心 二军持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同时 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团在白俄罗斯边界展开谈判 乌克兰官方表示第一阶段谈判的目的是要讨论停火协议 在经过五小时的协商 双方带着初步共识返回首都进行磋商 看看这些决定是否可行 也讨论近期进行第二轮谈判的可能 那么北约和美国是一再强调不会出兵乌克兰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宣布成立国际军团 让外籍人士可以加入乌克兰军队 一起对抗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驻以色列使馆有相关的细节公布 那么多国政府也都表达 不反对国民到乌克兰协助对抗俄罗斯的决定 加拿大是俄罗斯以外最多乌克兰裔的国家 有140万人 加拿大外长表示 可以理解他们想捍卫乌克兰 想到乌克兰作战的心情 他说我们支持对乌克兰的各种形式的支持 那么拉脱维亚国会则是无意义通过 让国民可以自行到乌克兰捍卫乌克兰的独立 英国泰晤士报指出有2000名到4000名的佣兵 在5个星期前从非洲飞抵乌克兰 其中400人的任务是暗杀泽伦斯基和23名主要幕僚 报道引述消息表示 普兴最近下令暂停暗杀任务 是为了要展现他有诚意和泽伦斯基谈判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